香港社會動盪 讓許多人思考是否要移居臺灣 而根據內政部移民署的統計 今年一到七月 港人申請在臺居留的人數 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將近三成 而申請定居也增加兩成 光是七月份就增加了一百多人 41歲的周先生原本在香港當IT工程師 因為常熬夜身體出了狀況 開始想要自己創業開咖啡廳 後來經朋友介紹 他認為臺灣房價相對便宜 自由民主也讓他很向往 因此今年七月他申請居留來臺開店 而且他發現香港反送中事件後 詢問如何移民來臺的朋友開始變多了 其實不少香港人跟周先生一樣想要移民臺灣生活 如果是申請投資移民 需先申請居留滿一年才能申請移民定居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最新統計 今年香港人申請居留臺灣的人數增加 每個月都比去年同期來得多 光是今年四月就有286例 到了七月增加到383例 比六月增加114人增加四成二 移民署表示整體趨勢來看 港人來臺申請居留意願 今年的確有明顯上升 而且我國政策是鼓勵高專人才 中階技術人才逐步規劃臺灣 能為臺灣挹注人才能量 記者來說明講龍相 孟昭全 臺北高雄採訪報導